英国广播公司于当地时间2月12日播出一部纪录片 片中透露,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2021年夏季进入南海时 被一艘中国海军潜艇追踪的事件 英国媒体迅时时吹捧说 英国皇家海军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最强大的舰艇 成功发现并逼退了中国的间谍潜艇 美人邮报报道称 英国前皇家海军司令、海军上将艾伦韦斯特表示 英方此次经历令人难以置信且印象深刻 他证明了英军是世界上最好的潜艇猎人之一 对此,英国网友并不买账 他们纷纷留言 一艘英国舰艇在离家几千英里的地方做什么 他们不是应该在英吉利海峡吗 该死的英国军队在中国的海上做什么 等等,我们在中国的海上做什么 这份报纸真令人沮丧 我们剩余的一艘舰船遇到了中国拥有的数千艘舰艇中的一艘 这个蠢货还把它说成是某种胜利 对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舰母编队》进入南海一时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达小当时表示 在中国和多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当前南海局势总体趋稳向好 中方尊重各国舰船 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 但坚决反对有的国家出于挑衅的目的 不远万里派军舰过来刷存在感 中国军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予以坚决有效应对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也曾公开表示 个别域外国家公然介入本地区领土和海洋争议 在中国和多盟国家之间大搞挑拨离舰 派出大量先进舰机四处挑衅 以成为南海和平稳定最大的矫居者 对此您怎么看 快来订阅通事 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